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老婆,微微太可怜了,我们收养她好不好,秦木峰低着头,嘶哑着声音说道,小女孩有个酒窝,长得非常可爱,她怯生生看着我,然后,砰,的一声跪在地上, 阿姨,求求你,不要把我送到孤儿院,我吃得很少,还会做家务,求你不要让我离开,我的脑袋疼得不行,上辈子的惨状浮现在眼前,当时我根本没有当回事,秦木峰的初恋已经死了,孩子是无辜的,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我好心收养了陈薇薇,给了她优渥的生活,她却勾搭了我儿子, 她越来越向她初恋,秦木峰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我只是让陈薇薇离开中国,却被他们联手杀死,他们继承了我的遗产,三人过得相亲相爱,而我只是他们感情升温的垫脚石,陈薇薇在我面前装得太乖了,等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我揉着太阳穴,笑咪咪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女孩,秦木峰, 我们离婚吧,陈薇薇愣了一下,随后用力磕头,没两下,额头上就有血液流下,要不是上辈子的惨事还历历在目,说不定我又会心软,都是当妈的,见不得这样的事, 但是,现在,我面无表情坐在沙发上,也不喊停,秦木峰拉住正在磕头的陈薇薇,她满脸不可置信, 十七,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她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八岁小女孩,你能不能大度一点? 大度,上辈子就是太大度,才让自己死无全失,我看着秦木峰,淡淡说道,又不是我女儿,我为什么要大度? 你想养就养呗,关我什么事,陈薇薇抹着眼泪,可怜兮兮说道,秦叔叔,我不想当坏女孩,不能因为我让你们离婚, 你送我去孤儿院吧,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在哪里都可以,八岁的小女孩说出这样的话,一般人肯定就心软了, 我心里却全是愤怒,用手死死掐住大腿,我怕自己忍不住扇死他们,秦木峰摸着陈薇薇的脑袋, 薇薇乖,叔叔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他转头看向我,老婆,你不是喜欢女儿吗? 薇薇刚好合适,你放心,我以后会好好挣钱养你们的,秦木峰的工作还是我家帮忙安排的, 一个月才八千,养个毛线的家,要不是他那张脸不错,我能看上他,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秦木峰,我喜欢女儿,我自己生,还没犯见到给别人养女儿,我没那么大方,也绝不会同意, 陈薇薇低声哭了出来,秦木峰愤怒地看着我,眼里露出一丝杀意, 他现在是不是想把我弄死,继承我的遗产,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但我不敢赌,我拿起旁边的包包,就准备离开, 秦木峰冷冷说道,你要是离开了,就别回来,那感情好,我一分钟也不想跟他们待一块, 起身刚走到门口,儿子回来了,他笑嘻嘻说道, 妈,听说我有个漂亮的妹妹了,看着她的脸,我就想起了上辈子她用菜刀砍我的画面, 我的身体在颤抖,心里对她生不出一丝母爱,我不能原谅她, 秦思敏推开了我,她惊喜地看向陈薇薇, 妹妹,你怎么哭了,额头上还有血,谁打你的,告诉哥哥, 哥哥替你报仇,陈薇薇瞟了我一眼,然后快速低头, 哥哥,我没事的,秦思敏瞬间跳了起来,她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责怪, 妈妈,你以后不要欺负妹妹,她是我们家最小的,我们都要爱护她, 我笑了,为自己不值,看秦思敏的行为, 我就知道,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在她心里,我可能连陈薇薇的半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他们才是一家人,我上辈子却非要凑在一起, 秦思敏,我打算跟你爸离婚, 你想跟谁,秦思敏满脸震惊, 为什么要离婚,我不同意,爸爸长这么帅, 你凭什么离婚,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灌输的思想, 帅还能当饭吃了,再帅也三十好几了, 啤酒度一挺,就一油腻大叔, 我一脸无奈,感情淡了, 你跟我还是他,秦思敏大声吼道, 你真要离婚,我会恨你的, 我才不要跟你这种负心人, 秦目风冷哼一声, 对,如果你要离婚,就别想带走儿子, 还要净身出户, 他是笃定,我不会放弃儿子, 做梦呢,儿子我不想要, 该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但这里不能待了, 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神经, 懒得跟他们扯, 我转身就出了门, 我去了律师事务所, 做了遗嘱公证, 把所有财产全部留给父母, 顺便咨询, 怎么快速离婚, 还不能吃亏, 钱果然没有白花, 他们有转移财产的无数方法, 离开事务所, 我买了一堆东西回娘家, 开门一看, 那三人坐在客厅沙发, 悠闲地吃着水果, 看到我回来, 秦目风笑盈盈说道, 老婆,爸妈都很同情巍巍, 他们都支持收养巍巍,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看向父母, 他们脸上都是同情, 看来, 陈薇薇装可怜很成功, 我摇摇头, 手指向小女孩, 她是秦目风初恋的女儿, 我是不会接受的, 而且, 我已经决定跟她离婚了, 父母脸上有点不好看, 秦目风肯定没有告诉他们, 陈薇薇的身份, 秦目风叹了口气, 爸妈, 初恋又怎么样, 她都死了, 何必跟死人计较, 薇薇是无辜的呀, 她还是个孩子, 真讨厌听到这句话, 是孩子怎么了, 有些孩子天生就是坏种, 根本不值得同情, 我挑了挑眉, 秦目风,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了, 你想痒就痒, 没人拦着, 但不要拉着我一起承担责任, 我这个人小肚鸡肠, 连自己亲儿子都不想要, 何况老公初恋的女儿, 秦目风呆愣愣地看着我, 似乎没有想到,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 陈薇薇低声哭了出来, 说不出的委屈, 秦思敏看了眼陈薇薇, 然后愤怒地看向我, 妈, 你怎么变得这么坏? 你在这样, 等你老了我直接送你去养老院? 等你死了, 我不会给你端领手笑, 笑死, 上辈子, 是他亲手砍死我的, 要是能送去养老院, 我也不会那么恨了, 我淡淡说道, 放心, 等跟你爸离了婚, 我再生几个, 不用你操心后事, 秦目风的基因不行, 我去精子库里挑几个好的, 秦思敏满脸震惊, 妈,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是不是疯了? 他转头看向秦目风, 爸, 我妈肯定疯了, 我们送她去精神病院吧, 这样就没人能阻止我们收养妹妹了, 秦思敏刚说完, 空气瞬间安静下来, 本来还有点犹豫的父母, 瞬间黑了脸, 这孩子还是太年轻了, 要是他偷偷跟秦目风说这个想法, 说不定他们还真的会这么做, 经历过上辈子的事, 不管他们做出什么事, 我都不会意外, 我爸一巴掌扇在秦思敏脸上, 你算什么东西, 敢送我女儿去精神病院, 早知道是你这个狗东西, 我直接让七七打掉你, 什么玩意儿, 我女儿也是你们能欺负的, 给老子滚, 秦思敏捂着脸, 大声哭了出来, 他恶狠狠盯着我爸, 你这个老东西, 你居然敢打我, 你只有一个女儿, 你女儿只有一个儿子, 我就是你们的独苗苗, 你居然敢打我, 老爸的脸更黑了, 他, 啪啪, 又是两巴掌扇过去, 最近几年, 我忙着工作, 秦思敏都是婆婆在管,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灌输的这些, 秦思敏哇哇大哭, 可也不敢再骂, 陈薇薇的身体在发抖, 他抹着眼泪, 爷爷, 都是我的错, 你别打哥哥, 我等会儿就去孤儿院, 秦穆峰把陈薇薇搂进怀里, 他转头看向我, 十七,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连对自己亲儿子都这么狠, 你就是个毒妇, 我一巴掌扇在秦穆峰脸上, 你再好好想想, 早就想打他了, 都跑到了我的地盘, 不打白不打, 秦穆峰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他冷冷看着我, 十七, 你真的疯了, 他说完就扬起手要打我, 可惜, 我爸挡住了, 我妈也跑了过来, 老妈啥也没说, 直接两巴掌扇过去, 我爸冷冷说道, 秦穆峰, 你才疯了, 你想当好人没人拦着, 但你非要逼我女儿, 做他不喜欢的事, 就该死, 秦思敏跑了过来, 他挥舞着拳头, 狠狠朝我肚子砸, 坏人, 坏女人, 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 我故意站着眉动, 等他闹, 他不这样, 我还要费一番功夫说服爸妈, 我捂着肚子, 皱着眉, 爸爸一巴掌扇在秦思敏脸上, 不孝子, 连自己妈妈都打, 出门避遭雷劈, 滚, 你们给我滚出去, 他转头朝我妈说道, 老婆子, 报警, 让他们去蹲监狱, 别出来祸害人, 陈薇薇跑过来, 砰的一声, 跪了下来, 求你们别报警, 我们马上离开, 都是我的错, 不该麻烦秦叔叔的, 我现在就去孤儿院, 又来, 烦不烦, 我冷冷说道, 来不来就下跪, 你妈教得真好, 快滚, 不想看到你们, 秦木峰牵起陈薇薇, 恶狠狠瞪着我, 时期, 你会后悔的, 他们三人手牵手离开, 陈薇薇走在最中间, 维护的姿态很强, 关上门, 父母围坐在我身边, 看着他们关心的眼神, 我没忍住, 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大声哭了出来, 委屈, 害怕, 情绪一发不可收拾, 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背, 过了好久, 我才停止哭泣, 心里的郁闷, 似乎消散了一些, 爸爸摸着我的脑袋, 七七, 我们随时欢迎你回家, 对啊, 我还有家, 那两人什么也不是, 晚上, 我非要抱着妈妈睡觉, 老爸黑着脸同意了, 第二天, 我是被秦木峰的电话吵醒的, 昨天晚上跟妈妈聊得太晚, 后半夜想着怎么弄死秦木峰, 翻来覆去睡不着, 直到第三次来电, 我才慢悠悠接通, 十七, 我工作的事, 是你干的吧, 你怎么变得这么坏, 难道你真的要跟我离婚, 工作, 没想到老爸动作这么快, 昨天我只是提了一下, 他就记住了, 秦木峰的工作, 本来就是我家帮忙找的, 现在拿回来, 不是很正常的吗, 有啥好激动的, 我揉了揉眼睛, 嗯,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去把离婚证办了, 对面的男人疯了似的咆哮, 十七, 你踏马找死, 我不会离婚, 只有丧偶, 我滴滴笑出了声, 你说的丧偶, 我觉得也不错, 既然不想离婚, 那我就丧偶吧, 你敢, 秦木峰一冷的声音传来, 我把手机拿到嘴边,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那就试试, 他提出的丧偶, 我肯定要尽量满足他, 挂了电话, 又瞇了一会儿才起床, 出了房间, 客厅里站着两个 长得帅气的壮汉, 老妈朝我招招手, 看看怎么样, 你爸给你挑的保镖, 我比了个大拇指, 果然是亲爸, 挑的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本来打算下午去聘两个保镖, 没想到老爸动作这么快, 老妈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额头, 你喜欢就好, 平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乖乖点头, 带着两个保镖去了公司, 转移财产的事, 我得尽快处理, 那个渣男很惊, 没那么容易摆脱掉, 一周后, 我跟老爸正在公司谈事, 婆婆带着琴丝敏来了, 穿得婆婆烂烂, 脸上还脏兮兮的, 跑到前台大声嚷嚷, 瞬间, 全公司都知道我虐待儿子, 欺负婆婆, 还出轨一群男人, 我立马打电话报警, 前台有监控, 证据充足, 等我走过去, 前台已经围了一堆人, 婆婆抹着不存在的眼泪说道, 时期怎么能打孩子, 他才十岁, 他还是个孩子, 是祖国的花朵, 呜呜呜, 他身边好多男人, 我儿子该怎么办呀, 老爸冷哼一声, 看热闹的人迅速离开, 就连前台也溜了, 我双手抱胸, 淡淡说道, 李莉, 你再说一遍, 我怎么你情家了, 婆婆看了一眼我爸, 然后理直气壮说道, 你们前几天打了我孙子, 就是虐待他, 你身后跟着两个男人, 就是出轨, 你就是一个独妇荡妇, 我可没胡说, 他刚说完, 我爸一巴掌给他扇了过去, 婆婆顺势躺在地上, 她用手捂着脸, 双脚使劲灯, 救命啊, 杀人了, 连我七十的老人都欺负, 李莉今年六十二岁, 平时对外都说五十出头, 现在又喊七十, 变得可真快, 我爸冷冷看着他, 你在胡言乱语, 老子还要删你, 婆婆看向秦思敏, 朝他使了个眼色, 秦思敏猛地朝我扑来, 抱住我的大腿干好, 妈, 只要你不离婚, 你随便打我, 打死都可以, 我不反抗, 真棒, 我差点给他鼓掌, 有些东西就不该生出来, 身后的保镖立马把秦思敏拉开, 一人挡在我面前, 一人拉着秦思敏, 婆婆指着保镖又开骂, 贱人, 你把小白脸养在身边, 一次还养两个, 你对得起我家小木吗? 老爸顺手又给了他一巴掌, 嘴真贱, 真该打, 婆婆躺在地上又开始发疯, 我看着保镖笑咪咪说道, 你们表现得很好, 这个月奖金每人多加两千, 婆婆气疯了, 爬起来就想打我, 可惜被保镖护得非常好, 哎呦, 看他这样, 我笑得更开心了, 你儿子说要弄死我, 我太害怕了, 请了俩保镖, 还是用得夫妻共同财产, 婆婆气得垂胸口,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我撇撇嘴, 一脸无奈, 今天被你们吓死了, 等会儿我再请十个保镖, 警察来的时候, 婆婆快气晕过去了, 我捂住胸口, 一脸苍白, 看起来精神状态极差, 我让前台调出监控, 指着婆婆说道, 警察同志, 她在公共场合, 捏造事实诽谤我清白, 我要告她, 李莉养着脑袋, 硬着脖子, 我是你婆婆, 骂你几句怎么了, 你爸还打了我两巴掌, 我还要告你爸故意伤人呢, 秦思敏站了出来, 她指着我, 哭着说道, 你还打我, 我要告你虐待儿童, 很好, 这东西又来了, 要不是上辈的惨烈, 让我看白了她, 现在, 我可能又要被她说出的话气死, 我一脸坦荡, 她骂我, 还骂得特别难听, 我爸才会动手, 至于她, 我没打过, 你们可以检查一下她身上有没有伤, 秦思敏立马挽起袖子, 胳膊上有鞭子打的伤痕, 她这是为了污蔑我, 连鞭子都愿意挨, 真是我的好带, 要是能回到怀她的时候就好了, 我绝对立马把她打掉, 多留她一秒钟算我输, 我冷冷看向秦思敏, 你说说我什么时候打的, 用什么打的, 打了几下, 婆婆大声说道, 三天前, 我看着你打的, 用鸡毛胆子抽, 打了半小时, 你这个毒妇, 连自己儿子都打, 你不得好死, 她这是想定死我的罪, 连正人都想好了, 我似笑非笑看着她, 你看着我打的, 你这么爱孙子, 就没拦着我, 不会吧, 你就站在旁边看着孙子挨打, 你不吵不闹, 婆婆的脸瞬间占红, 嗯, 了好久, 才结结巴巴说道, 当时你打红了眼, 说儿子是你的, 你想打就打, 我拦也拦不住, 我可怜的孙子呀, 你妈怎么这么狠心哦, 秦思敏听到婆婆这么说,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起来可怜极了, 警察叔叔, 我妈经常打我, 她还不让我告诉其他人, 只要她不开心, 就打我, 呜呜呜, 两个警察的脸色变了, 谁说的小孩不会说谎, 瞧她说的一本正经, 连警察都快信了, 老爸死死盯着秦思敏, 这下他应该彻底放弃这孩子了吧, 我一脸坦荡, 既然他说我经常打他, 那就去医院验伤, 总不能听他们说几句就定我的罪, 要是这样都行, 那我要开始造谣了, 秦思敏年纪还小, 被我这样一说, 他慌了, 婆婆耿着脖子, 不去, 你是我儿媳妇, 骂几句怎么了, 这是我家私事, 谁也管不着, 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 我撇撇嘴, 上个月, 我看到你跟跳广场舞的老头去开房, 他还偷偷塞给你一百块, 也不知道公共知不知道, 他脑袋可不是一般的绿, 我看见很多次了, 婆婆愣了, 傻傻地看着我, 过了片刻, 他朝我飞奔而来, 见人, 老娘撕烂你的嘴, 叫你乱说, 老子打死你, 可惜, 被两个警察死死拦住, 警察满脸无奈, 石女士, 造谣是违法的, 我不慌不忙拿出手机, 翻出几张照片, 塞的那一百块照得特别清楚, 我可没有冤枉他, 当时想着万一有用, 就耐心地拍照, 还记了他们进出的时间, 后面, 我提醒了几次, 公共根本不在乎, 我也懒得当坏人, 万一, 他就有特殊癖好呢? 要不是李莉胡乱造谣, 我都懒得说出来, 谁还没有一点秘密吗? 婆婆摊在了地上, 哭得一塌糊涂, 这姿势真的哭, 我感觉出来了, 我指着婆婆, 笑咪咪说道, 警察同志, 我要告他卖淫, 话刚说完, 婆婆跳了起来, 我没有, 这些照片都是屁的, 我要告你, 啊, 他刚开始还好好说话, 后面直接叫了出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肯定干了那种坏事, 最近几年, 他帮我照顾秦思敏, 我每月给他八千零用钱, 说真的, 他不穷, 但不知道为啥, 那一百块也看得上, 我们一起进的警局, 婆婆嘴里一直念叨, 我不会, 我没有, 不是我, 只是, 没人听他的, 他被送进了小黑屋, 有专人审问, 秦思敏的眼里快要冒火了, 他指着我大声说道, 我妈虐待我, 我要让他蹲监狱, 哎呦, 真是吓死我了, 我一脸无奈说道, 他是我婆婆养大的, 学了不少坏习惯, 经常谎话连天, 我真的好后悔, 早知道他这样, 就不该把他生下来, 你们看他的伤痕, 都是心伤, 这几天, 我都没有回家, 到底是谁打的, 希望你们能帮我问清楚,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儿子, 秦思敏仗红了脸, 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最后只能打电话让秦穆峰过来, 我嘴角忍不住上扬, 实在是太开心了, 秦穆峰是带着陈薇薇一起来的, 他根本没有当回事, 脸上依然是笑盈盈的, 十七, 我没了工作, 你公司也休想开着, 原来他是这么想的呀, 我苦笑一声, 如你所愿, 公司已经破产了, 连房子车子都抵押给了银行, 还欠了两百万外债, 我即将一无所有, 你开心了吗, 秦穆峰脸都黑了, 他以为我这几天在外面玩呢, 过了片刻, 他恢复笑脸, 十七, 你以为我会信你, 你现在是转移财产, 告诉你, 这是违法的, 上个月还是盈利的公司, 怎么可能突然就破产了呢, 别当我是个傻子, 行不行, 我可是花钱找的专业团队, 想要断一个公司资金链, 实际上不难, 特别是我爸的朋友公司, 有好几个是我公司的甲方, 那就更容易了, 我叹了口气, 做生意吗, 亏点钱不是很正常的吗, 谁也不敢保证能一直盈利, 我零零碎碎给了你们家一百多万, 你把本钱给我, 过几个月就能赚钱, 我让你当股东, 秦穆峰气红了眼, 要不是在警察局, 他绝对会动手打我的, 过了好久, 秦穆峰才压下心里怒气, 他冷冷说道, 十七, 你不就是想离婚吗, 给我五百万, 马上跟你离婚, 开什么玩笑, 局都做好了, 我还得给他钱, 我一脸震惊看着他, 秦穆峰, 你该不会只想跟我共富裕, 不能共患难吧, 我们是夫妻, 有债一起扛呀, 秦穆峰脸黑透了, 我继续说道, 你一个男人, 该不会这点苦都不能吃吧, 最后, 我诚恳地说道, 我不想离婚, 我想跟你一起还债, 我帮你找了很多兼职, 我们一起努力挣钱还债吧, 秦穆峰冷冷看着我, 十七, 你是故意的,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凭什么抵押房车, 凭什么你自己背的债, 我帮你还, 笑死, 房子车子都是婚前财产, 让他们住这么久, 已经很给面子了, 我满脸忧伤, 你以前不是说过, 不管什么事情, 你都会跟我一起面对吗, 说完我坚定地点点头, 我肯定会东山再起的, 你就放心吧, 现在, 你拿一百万出来, 我们一起翻本, 秦穆峰推开了我, 脸上全是不耐烦, 他快速处理完秦思敏的事, 责任全部推到小孩自己身上, 知道我一分钱不会出, 他才懒得浪费时间, 警察同志把他们教育了一番, 秦穆峰才想起他妈, 刚准备问, 一群老头走了进来, 最后那个还是他爸, 公公是我呼叫过来的, 毕竟他是受害者, 还是有知情权的, 我一脸无奈说道, 秦穆峰, 你以后还是多给点钱给你妈吧, 这么大年龄了, 还乱搞男女关系, 声音不大, 震撼力之强, 公公想拉我问清楚情况, 可惜被保镖拦住了, 秦穆峰睁大眼睛, 十七, 你什么意思, 这话能乱说吗, 我们现在还是夫妻, 你信不信, 两个高大的保镖站在我前面, 秦穆峰一百七十五厘米的身高, 突然感觉好矮, 我指了指那些老头, 又开始戳他废管子, 秦穆峰, 这些都是你妈的客人, 你也可以喊他们爸爸, 金主爸爸也是爸爸嘛, 秦穆峰双手握拳, 气得一拳砸在墙上, 不可能, 我妈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还有, 这两个男人是什么情况, 你是我老婆, 你要是出轨, 老子打死你, 我笑咪咪说道, 我怕你打死我, 所以我找了保镖, 秦穆峰死死瞪着我, 公公的身体在发抖, 他满脸不可置信, 十七, 你说什么, 对于这个老人, 我们平时很少交流, 但他对婆婆挺好的, 只是某些人不懂得珍惜, 我挑了挑眉, 等会儿你们就会知道真相了, 说完我就带人离开了, 毕竟等下还有重要的事做, 我们带着他们去搬家, 做戏做全套, 这房子真的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随后就要拍卖, 里面还有些贵重的东西, 我要全部带回去, 现在他们都在警局, 我们过去也方便, 不是怕他们, 只是懒得跟一群人拉扯, 打开门, 家里乱得不像话, 跟垃圾场差不多, 陈薇薇当时不是说得挺好听吗, 做饭做家务他都会, 我撇撇嘴, 面无表情地去了卧室, 梳妆台上的首饰已经不见了, 包包也少了好几个, 从床底翻出一个保险箱, 里面全是贵重的金银首饰, 还好, 这个还在, 把贵重的东西全部打包, 我去了婆婆卧室, 门是锁着的, 两个保镖使劲撞了两分钟, 门开了, 果然, 我消失的东西都在她房间, 毫不客气全部拿走, 就连我送她的金镯子也一并拿走, 她就不配, 到了外面客厅, 沙发洗衣机冰箱全部搬走, 就连睡觉的床都没放过, 家具家电搬到了父母空置的房子里, 其他东西都搬回了家, 现在, 我跟家人住一起, 才有安全感, 深夜, 秦穆峰打来电话, 不用猜都知道她要说什么, 不过, 看到她不开心, 我会睡得很香, 于是就把电话接了起来, 十七, 你回来, 我们好好谈谈, 男人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自己找妈, 我能忍吗? 秦穆峰, 我不会跟你这种家庭的人在一起的, 我觉得脏, 过了好久, 秦穆峰叹了口气, 我妈只是一时糊涂, 她已经痛改前非了, 难道你想看到儿子连妈妈都没有吗? 你那么爱她, 你舍得吗? 有啥舍不得的, 上辈子砍我那股很近, 她有想过我是她妈妈, 我滴滴笑出了声, 秦穆峰, 你们尽快搬家, 房子就要拍卖了, 你妈那么能挣钱, 买个房子应该很简单吧, 十七, 你回来, 我们好好过日子, 最多, 我把薇薇送走, 我信她个鬼, 她怎么可能舍得, 而且, 她是帮凶, 我是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的, 行呀, 你先帮我把债还了, 两百多万而已, 你们家肯定能凑出来, 对面听到这话, 立马挂了电话, 对了她一顿, 心情舒服多了, 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 我刚到公司, 秦穆峰就来了, 我知道, 她肯定不信破产的事, 可惜, 是真的, 我一项一项翻给她看, 秦穆峰的脸越来越黑, 最后, 我拿出两百万的借款单, 满脸期待说道, 只要你帮我把钱还了, 我就跟你好好过日子, 秦穆峰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时期, 你爸那么有钱, 让他帮你还, 然后再要五百万重新开公司, 这次, 我当总经理, 保证赚大钱, 人长得丑, 想得倒是挺美, 看着他的眼睛, 我悠悠说道, 我爸的钱早就投我公司了, 现在也是一身债, 秦穆峰还是不信, 我懒得理他, 开始处理员工交接的事, 没过多久, 他偷偷溜进了财务室, 财务总监是他的人, 不过, 我早就把他拉了过来, 等秦穆峰从财务室出来后, 他阴沉着脸, 时期, 你给我五十万, 我们现在就去离婚, 到了如今的地步, 他还想要钱, 我摇摇头, 一分都没有, 爱离不离, 我没问你要以前补贴给你家的钱, 已经很良心了, 那儿子给你, 我有微微, 养两个孩子养不起, 秦穆峰淡淡说道, 啥, 这是我没想到的, 秦穆峰不要自己亲儿子, 心甘情愿给初恋养女儿, 我似笑非笑看着他, 你妈知道吗, 他们同意了吗, 差点忘了, 你妈应该被拘留了吧, 秦穆峰仗红了脸, 我自己的事, 我说了算, 微微那么小, 我是不会送他去孤儿院的, 听他这么说, 我差点没忍住删他, 秦思明我肯定不会要, 我有点母爱, 但上辈子全用完了, 我叹了口气, 你知道我现在负债多少, 怎么养得起他, 让你妈养, 他肯定乐意, 你不给他找点事做, 那他又要出去乱整, 秦穆峰死死瞪着我, 最后, 他冷冷说道, 一个月八千抚养费, 学费补课费也得你出, 八千, 做梦呢, 我伸出三根指头, 每个月三千, 其他啥也不管, 说实话, 三千节约点, 能养出来, 但别想过以前的潇洒日子, 秦穆峰最后还是同意了, 没办法, 财务总监透露给他的消息, 对他很不利, 他不赶紧跑, 就得和我一起还债了, 秦穆峰是会吃亏的人吗, 他心里肯定还想着, 趁年轻再嫁一个富婆, 一个月后, 我拿到了离婚证, 秦思敏连妈都不喊了, 他的眼里都是陈薇薇, 前婆婆李莉笑咪咪说道, 你肯定会东山再起的, 思敏到时就可以继承你的遗产, 他说完还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我都气笑了, 我不行, 你挣钱才快, 思敏继承你的遗产才对, 李莉气疯了, 扔下秦思敏就朝我冲来, 我指着他的鼻子, 你在上前一步, 我就把你干好事的照片发到网上, 让大家都来瞧瞧, 前婆婆脸一下子就白了, 他可怜兮兮说道, 你把那些照片都删了, 你真是违法的, 我可以告你的, 真是又菜又爱玩, 我笑咪咪说道, 都是公共场合拍的, 不违法忧, 你别在我面前蹦打, 否则, 我就不客气了, 秦木峰瞪了我一眼, 拉着他妈离开, 很好, 敢来惹我, 那就等他们打官司, 我再给抚养费, 钱, 我不会让他们那么好拿, 为了庆祝离婚, 我带着父母去了精子库, 挑了一个优秀的基因, 想继承我的遗产, 不可能, 我躺在沙发上, 摸着自己六个月的运度, 美滋滋地看着狗血电视剧, 秦思敏给我打来电话, 妈, 我错了, 你可不可以把我和微微接回去, 我挑挑眉, 这是受委屈了, 就算这样, 还要把陈微微带走, 是真爱无疑, 你先说说什么情况, 秦思敏愤恨地说着, 秦家最近发生的事, 原来, 秦木峰闪婚了, 跟一个二百金的富婆结婚, 富婆今年四十二岁, 还有两个孩子, 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欺负秦思敏和陈微微, 哎呦, 真没想到, 秦木峰喜欢这样的, 我摸着肚子, 笑着说道, 你爸知道, 你的想法吗? 秦木峰绝对不会允许陈微微离开的, 当初他为了陈微微, 连儿子都不想要, 妈, 他的想法不重要, 你现在住哪里, 我明天就带微微过去, 真是我的好大儿, 我戏谑说道, 你过来可以, 陈微微我是不会接受的, 如果你非要带他一起, 那就在秦家好好受着, 对面沉默了好久, 妈, 我都不嫌你穷, 你怎么就不能接受微微, 他那么好, 浑身都闪着光, 我拍着胸口, 常常吸了口气, 那你们所死, 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凭什么不听我的? 秦思敏大声吼道, 我摸了摸肚子, 淡淡说道, 不, 早就不是了, 五年后, 秦木峰进了监狱, 被判了终身监禁, 他杀了富婆, 想继承他的遗产, 却被他的那两个孩子发现, 然后报警被抓, 尸体剁成块, 放在冰箱里两个月, 还是孩子放寒假回来发现的, 秦木峰用的借口是, 去泰国旅游, 一直没回来, 结果就在家里冰箱里, 轰动一时的杀妻案, 让无数人后怕不已, 秦思敏带着陈薇薇找到我, 妈, 爸爸进去了, 现在该你抚养我了, 我看着受不拉击的两人, 淡淡说道, 你们的户口在秦家, 你奶奶爷爷还活着, 我给抚养费虽然有时不及时, 但一直没断过, 我是不会让他们进家门的, 两个黑心肝, 谁知道富婆的死, 他们是不是帮凶, 秦思敏皱了皱眉, 奶奶生病了, 她照顾不了我们, 你是我妈, 你就该照顾我, 我指了指陈薇薇, 那她呢, 她算什么, 凭什么要我照顾, 秦思敏死死瞪着我, 就像看仇人一样, 现在, 她还是不愿放弃陈薇薇, 陈薇薇想跪下求情, 被秦思敏拉走, 薇薇, 别求她, 等她老了, 我要她好看, 半年后, 秦思敏跟陈薇薇都生病了, 听说是被她奶奶传染的, 她奶奶传给她爷爷, 她爷爷传给陈薇薇, 陈薇薇传给秦思敏, 一家人病得整整齐齐, 这病惹不起, 我立马卖了房子, 重新换了一个城市, 有些人自己没了活路, 就开始报复社会, 很恐怖的, 除了每个月的三千块, 我一分都不多给, 现在, 我过得很幸福, 爸妈在身边, 还有一个贴心小棉袄, 没必要跟那种人硬碰硬, 果然, 没等多久, 就在社会新闻上看到了秦思敏, 她放出自己的血, 弄在食物里, 到处祸害人, 秦思敏还谈了很多女朋友, 把病毒传给女孩子, 她甚至拉着陈薇薇一起报复社会, 最后, 他们被关进了特殊监狱, 果然, 有些人她骨子里就是坏的, 听说秦思敏曾经到处找我, 要不是我跑得快, 简直不敢想象,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我和京圈太子爷打情骂俏, 让她说, 公主请上车, 好事者把视频剪辑放在网上, 对家小花买通稿, 暗戳戳地说我矫情, 太子爷上线爱特她, 我老婆矫情关你屁事, 好消息, 我两个月前的一条视频爆了, 坏消息, 我和视频的男主人公已经分手了, 他现在和当红小花打得火热, 网上都在骂我小三姐矫情, 你说公主请上车, 视频里, 我抱着一只笔熊站在一辆黑色宾历前, 对着车内的人提出要求, 视频是偷露的, 看不清车里的情况, 但这辆黑色的宾历, 全国网友都认识, 因为这是京圈太子爷江子许的座驾, 这视频一爆出来, 网上顿时出现了一堆骂我的声音, 傅月是有病吧, 让太子爷说公主请上车, 她配吗? 江之许不是和尹娇娇进出高档餐厅吗? 这大姐挖我女儿抢脚啊, 傅月没少抢过尹娇娇的资源, 现在连男人都要抢吗? 看着网上的评论, 我一脸无语, 互联网上这么多人玩这个梗, 怎么就我傅月用不得, 就她江子许用不得, 我正想着在微博发些什么对一下, 就见微博推送尹娇娇, 新发了条微博, 不做矫情的公主, 要做并肩的女王, 她配了一张满是粉红色的照片, 嘟嘴迈着萌, 很快她的微博下就出现了不少评论, 还是我们姐姐厉害不做公主做女王, 我会对傅月说, 公主请滚出娱乐圈, 女儿要做女王和太子爷并肩, 成为影后未来可期, 这微博看得我生气, 喝点马尿, 她是心高气傲, 暗中才我, 她是生死难料, 我当即给经纪人刘姐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 我要参加尹娇娇正在录制的那场恋宗, 祖宗,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刘姐在电话那头有些无奈, 她刚刚拒绝了那场恋宗递过来的合同, 现在就要她去要回来, 但她也没办法, 只能照做, 因为我是她大老板的女儿, 进娱乐圈只是我爱好, 我的真实身份是富士娱乐的继承人, 就是那种不好好努力就要回家继承亿万家产的继承人, 第二天我就连人带狗, 被刘姐打包送进了节目录制现场, 这是一档国民恋宗, 目前有三位男嘉宾和两位女嘉宾, 男嘉宾分别是影帝周夜, 顶流贺一贺, 还有一位神秘男嘉宾, 女嘉宾只有我和尹娇娇, 我们五个人要一起在小岛上度过三天两夜, 选择自己的心动嘉宾, 我到小岛上的时候, 其他嘉宾已经到了, 节目采用的是直播模式, 嘉宾可以在旁边的大屏幕上看到时时滚动的弹幕, 我一出场, 直播的弹幕都翻了一倍, 并不是我有多火, 而是我的黑粉真的很多, 这个女人怎么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家娇娇宝, 救命赴月那么多金竹, 怎么还好意思参加恋宗的, 我说, 公主请滚出娱乐圈, OK, 受不了了, 她参加恋宗, 居然还抱着那只狗, 真的以为抱一只可爱的狗, 她就会变得可爱吗? 弹幕上的黑粉不断抨击着我, 其中大多数是尹娇娇的粉丝, 尹娇娇和我同期出道, 一开始, 我们两个人走的都是清纯小白花的人设, 但我这个人心直口快, 好多次管不住嘴对了不少人, 她就在背后买了不少我嘴毒人坏的通告, 让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误解, 在人设崩塌后, 我直接摆烂不干了, 才让它成了那余仅存的一朵纯白茉莉花, 炼宗的拍摄地是一栋小别墅内, 我到的时候, 尹娇娇正被周叶和贺一贺一左一右加在中间, 贺一贺不知道在尹娇娇耳边说什么, 逗得她花枝乱颤, 然后这本来和谐的三口之家看见了我, 所有人的笑都僵硬地停在脸上, 尤其是尹娇娇和贺一贺, 看我的眼神近乎是仇视, 我刚出道的时候, 风评还很好, 凭着一张漂亮的脸蛋, 接了一些好剧本, 当时和贺一贺拍了一本小爆甜宠剧, 收获了一大批CP粉, 那时的贺一贺还是小胡豆, 当时吃了不少CP粉的红利, 我虽然没有刻意地和她吵CP, 但我们两个人确实借着这部剧升了咖位, 可她却管不住下半身被爆出了有真嫂子, 于是大部分CP粉转成了我的尾粉, 后来我逐渐被针对, 又加上有一张会得罪人的嘴, 逐渐黑红, 贺一贺那边更是买过不少通稿来抹黑我, 自那以后我们的CP彻底, B,看着两个人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我顺势翻了个白眼, 就算他们跟我打招呼, 我还不想回呢, 周夜率先给我打了招呼, 你好, 傅小姐, 还过来要帮我把行李拿上楼, 我对她道了声谢, 旁边的尹娇娇和贺一贺才收敛了情绪和我打招呼, 我瞥了一眼大屏幕, 此时的弹幕精彩极了, 看尹娇娇和贺一贺的表情, 恋宗似乎会变成撕逼宗艺, 一个是前CP一个是死对头, 我宣布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傅月居然还翻白眼, 还得是影帝啊, 不然傅月课太尴尬了, 放好行李后, 我和周夜一起下来, 原本在我怀里的吉娃娃早就跳进了周夜怀里, 周夜一双大手顺着小小的狗头, 满脸温柔, 然而下一秒, 急急便使劲要挣脱她的怀抱, 怕摔着急急, 周夜蹲下身, 一落到地上, 急急便欢快地跑了出去, 急急跑到门口, 一个身形高大净瘦的男子正提着行李箱往别墅内走, 急急到他脚边, 欢快地跳着扒他裤脚, 汪汪汪地不停叫着, 我说是谁, 原来是他前爹来了, 这不值钱的小崽子疯了一样地贴上去了, 傅月的狗在干什么, 不要吓到我们太子爷, 蒋之许怎么会参加练宗不会, 是为了尹娇娇来的吧, 傅月就不能管管自己的狗吗, 还是故意的, 他之前也是抱着狗江之许说, 公主请上车的吧, 这个死狗能不能离太子爷远点, 通过大屏幕, 我看见弹幕在狂刷, 大部分都是骂我和我的狗的,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狗是江子许亲手送给我的, 他们一口一口叫着的死狗, 不仅不会吓到江子许, 还会被江子许狠入一痛, 于是下一秒, 所有人看见江之许熟忍地弯下腰张开手臂, 急急像个小毛团子似的, 一下便跳进了他怀里, 也许是太久, 没见江子许, 急急摇着尾巴, 兴奋地去舔他的脸, 江子许笑着去贴急急的鼻子, 我感觉弹幕似乎有一瞬间的停滞, 尹娇娇想上前的脚步也愣在原地, 赫一赫插了锯嘴, 怎么感觉这狗和他很熟啊, 尹娇娇看了他一眼, 随后摇了摇头, 这狗刚刚和周老师还很亲呢, 江之许一手抱着狗, 一手拎着箱子走到我面前, 他把狗递到我面前, 傅月,你的狗和你一样爱舔我, 他嘴上这么说, 手上蹂躏急急的动作, 却没停下来, 真没想到, 太子爷嘴也这么毒啊, 虽然但是, 我觉得江子许好不礼貌, 对傅月这种人, 有什么礼貌不礼貌的, 就是啊, 太子爷说得也没错呀, 他不就是个舔狗吗? 我冲急急伸出手, 急急挣脱了他的怀抱, 跳到我脚边, 我抱起狗子揉着他的头, 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吃不干净的东西, 你还过去舔, 哈哈哈哈哈哈, 不愧是傅月这张嘴我福气, 太子爷也要被骂脏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好有喜感, 嘴皮子CP是吧前面的, 傅姐姐, 你怎么这么说话, 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人啊? 一直没说话的尹娇娇, 像是在这个时候,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他半个身子插在我和江子许中间, 带着招牌小白花表情义愤填膺地看着我, 活脱脱像只护仔的老母鸡, 我,他没事吧, 江子许给了他多少钱, 这就护上了, 自己送上门找对呢, 怎么急急舔江子许没舔你, 你心里不平衡了, 我瞥了尹娇娇一眼, 有些无语, 急急在我怀里露出头, 冲他叫了两声, 尹娇娇下意识地后退, 差点摔倒, 幸好江子许在他身后, 下意识地揽住了他的肩, 我的目光落在江子许的手上, 然后江子许的手向被烫到似的瞬间松开, 尹娇娇站稳, 红着脸看向他, 赋约你, 不能看好你的狗, 江子许皱眉, 这要是咬着人怎么办,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见尹娇娇扯了扯江子许的衣角, 子许, 我没事的, 他声音轻轻柔柔的, 我瞥了眼淡幕, 网友在狂磕, 磕死我了, 这绝对是双向奔赴, 呜呜呜呜你为我说话我就保护你, 赋约怎么回事啊, 人不咋样, 也就算了养的狗还这么凶, 都吓着我女儿了, 好吧, 当然也不缺骂我的, 大家别在这儿站着了, 赶紧把行李送上去吧, 周夜看情况不对, 赶忙过来打圆场, 江子许的目光, 在周夜和我之间打了个转, 突然冷哼一声, 我有样学样, 也冷哼一声, 丝毫没给他个眼神, 抱着狗走了, 周影帝, 你这么喜欢帮人提行李, 不如帮我也送上去, 江子许说着把行李箱拉杆推给周夜, 周夜笑了一下, 随后眼神冷了下来, 不好意思了江先生, 我对帮助男人可没兴趣, 所有嘉宾都到齐了, 节目组让所有人围坐在一张长桌上, 我和周夜坐在一边, 对面坐着尹娇娇他们仨, 第一轮游戏就是真心话大冒险环节, 因为嘉宾是三男两女, 所以没做配对, 于是我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坐在尹娇娇旁边的江子许, 去拿了杯水, 然后绕了一圈, 理直气壮地坐到了我旁边, 于是我被夹在了他和周夜中间, 我, 我疑惑地看向江子许, 后者面不改色, 家人们谁懂啊, 录个节目组前夫哥突然坐我旁边了, 游戏开始, 果然如我所料, 我这个游戏黑洞成了第一, 一个要做大冒险的人, 节目组把事前准备好的大冒险签拿上来, 我这随手一抽, 就是给前男友打个电话, 我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前男友本人, 他一脸看好戏的表情望着我, 我, 要不, 我换成真心话, 江子许, 换什么真心话, 你的前男友很拿不出手吗? 我故作伤感地叹了口气, 是啊, 我以前眼瞎, 那前男友蠢笨如猪, 丑如猛兽, 确实拿不出手, 江子许, 不可能吧? 我可是听说了, 你前男友是十里八村的大帅哥, 我重新抽了一张节目组递过来的真心话, 挑眉看向江子许, 听说是听说, 我那前男友确实拿不出手, 江子许, 呵呵, 我懒得理他, 低头看心抽出的签, 真心话, 你和前任为什么分手, 我真服了, 怎么大冒险和真心话都和前男友有关, 这节目是离了前男友就不能活了, 又是关于前男友, 隐娇娇无嘴, 笑着看向我, 傅姐姐,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说出来, 大家又不会笑话你, 男人差劲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表现出抗拒呢, 他就给我架在火上烤了, 我看了一眼弹幕, 果然被他带跑了, 傅月的前男友不会是个大肚子老头吧, 所以才这么不敢说, 还能怎么分手, 肯定是被金主踹了呗, 前面的能不能别造谣什么, 金主不金主人家, 就不能正常谈恋爱, 我喝了一口水, 压下想要骂人的心, 将子许手肘放在桌子上拖着脸, 说说呗, 到底为什么分手, 好好好, 你非要听是吧, 我分手的原因很简单, 前男友不太行, 弹幕一片问号闪过, 这姐的嘴也太敢说了吧, 哈哈哈哈, 救命不知道姐的前男友 有没有在看, 傅月姐大胆点爆出她的身份证, 给姐妹们逼个雷, 我看见江子许的脸, 瞬间黑了下来, 我怎么就, 江子许的声音咬牙切齿, 她大概是想说, 我怎么就不行了, 但她意识到这是在节目上, 于是话风一转, 你这还好, 不像我前女友, 因为我时间太长, 而跟我分手, 我, 不信, 对给我看看, 女儿以后的幸福有保障咯, 你们不觉得傅月和太子爷很有种很诡异的CP感吗, 哈哈, 他俩有种离异感, 这是能说的吗, 很快到了晚上, 需要嘉宾们一起做晚餐, 赫一赫第一个抽签选择队友, 他选了尹娇娇做队友,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对尹娇娇有意思, 可尹娇娇明显看不上他, 他还舔着脸往前贴, 第二个轮到周夜时, 周夜果断选择了我, 江子许成了剩下的那个人, 导演组让他随便选择一组加入, 子许, 来我们这里吧, 尹娇娇带着他温柔的笑看向江子许, 江子许眉头皱了一下, 随后目光直直地看向我, 我装作没看见似的凑到周夜耳边说话, 结果下一秒, 江子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了我们中间, 说什么呢, 我也要听, 幼稚鬼, 说什么关你屁事, 你怎么不去找尹娇娇, 我冷了一张脸, 揉着急急的脑袋, 并不是很想搭理他, 被江子许用行动狠狠拒绝地尹娇娇, 脸色白了白, 对我说, 子许和你们一组, 也挺好的, 我怎么感觉江子许和尹娇娇根本不熟啊, 之前绯闻不是传得沸沸扬扬吗, 前面的, 太子爷肯定是为了娇娇着想啊, 娇娇正在事业上升期, 她肯定要避嫌, 你们都没听说过越避嫌越真吗, 我不觉得, 我更感觉江子许更喜欢赴岳, 虽然她总是对赴岳, 但是好好磕, 我也觉得, 而且赴岳好真性情, 我并不觉得她像其他人说的那么恶毒, 因为我和江子许都不会做饭, 所以被周夜打发出来宅菜, 我则芹菜, 江子许则韭菜, 我和她一人端着一个小菜筐, 急急围着我们溜溜地转, 没几秒, 尹娇娇穿着小皮鞋, 哒哒哒地过来了, 她蹲在江子许旁边, 拿了一把韭菜, 我帮你择点, 多搞笑呢, 她都拿走了, 居然还用疑问句, 江子许皱了皱眉, 一把把韭菜夺了回来, 尹娇娇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裂痕, 努力维持着小白花温柔似水的形象, 你的队友不是我, 不用帮我干活, 江子许微微皱眉, 说完话, 用舌头, 顶了顶腮, 我知道这是她生气的时候的特有动作, 尹娇娇和江子许的绯闻, 是最近这几天传出来的, 狗仔拍到尹娇娇和江子许一起去高档餐厅吃饭, 狗仔说得模棱两可, 还有传言说两人一起在酒店待到第二天, 照片我看了, 确实是尹娇娇和江子许, 郑主还没发声, 尹娇娇的粉丝却先磕了起来, 京圈太子爷和他的顶流小白花, 多项言情小说里的配置, 而且江子许这个人虽然骚包, 却从来没闹出过什么桃色新闻来, 是个纯情又有钱的钻石王老五, 换谁谁不满意, 尹娇娇妈粉众多, 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 很快两人的CP就吵了起来, 这是闹得沸沸腾腾, 一直洁身自好的江子许没发声, 我还真以为江子许对这朵白莲花动心了呢, 周夜做完饭, 把我叫进了厨房, 来尝尝, 这个菜味道怎么样, 周夜是很温柔的类型, 她拿着饭勺里面, 盛着一块红烧肉, 递到我面前, 我刚要张嘴, 江子许突然出现, 一口吃掉了饭勺里的肉, 江子许, 你饿死鬼头胎啊, 谁喊你吃了,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江子许, 后者里都没理我, 对周夜竖起一个大拇指来, 周影帝, 好手艺, 你喜欢就多吃点, 周夜淡然一笑, 弹幕上又飘过一条条磕道了, 我疑惑, 当代网友是什么都会磕吗, 搞得我都想磕一口了, 临吃饭前, 我去洗手间洗了个手, 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江子许正在门口等我, 怎么, 看上那个姓周的了, 她轻笑一声, 我看她也不像 比我时间长的样啊, 你居然还让她抱极极, 那是我们的儿子, 我说, 哦, 江子许回复我, 哦, 是什么意思, 我没回答, 依旧发了一个, 哦, 江子许有点生气, 你以为我很想跟你说话吗, 笑死, 我堂堂惊圈太子爷, 我跟你主动说话你, 居然就哦, 我依旧回复, 哦, 江子许更生气了, 不说话是吧, 你以为我很在意你吗, 我一点都不在意你, 你就跟那个姓周的眉来眼去吧, 可惜这里没有摄像头, 不然真应该把江子许破房的片刻好好录下来, 投到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循环播放, 吃完饭后, 节目组把大家聚在一起, 让我们匿名给自己的心动嘉宾发一条消息, 很快, 我的手机叮铃叮铃, 接连发出两声声响, 一时间所有人都抬起头神色各异地看向我, 我点开手机屏幕, 华国银行提醒您, 您的账户1245入账, 元, 余额, 元, 欧墨, 我爸给的零花钱打过来了, 弹幕上的网友不淡定了, 这是多少零我去, 好有钱, 好有钱, 娱乐圈的小胡豆, 真的能赚这么多钱吗? 姐姐贴贴, 姐姐我不该骂你, 看到我银行卡的余额后, 隐娇娇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姐姐接的戏都真赚钱, 不像我接了这么多戏, 存款都没姐姐的零头多, 真不知道, 姐姐是怎么赚到的这么多钱, 明明戏没有拍多少, 她话里话外点我的钱来路不正, 这个钱她怎么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子许眉头皱了起来, 眼神冷冷地看着她, 你要是羡慕就去多接戏, 或者回去让你爸再努力努力, 而不是在这里茶言茶语, 尹娇娇冷不丁地被江子许对了一通, 眼睛瞬间红了, 不愧是那余唯一的小白花, 尹娇娇眼睛一红我都有些心疼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好奇, 傅姐姐怎么赚到的这么多钱, 子许你别生气, 尹娇娇的声音属于甜美类型的, 此时带着哭腔, 听得我都心头一颤, 江子许冷着脸, 看都没看她, 弹幕上一堆问号, 很多人都是冲着太子爷和小白花的CP来的, 怎么这CP好像这么快就逼了, 我怎么感觉, 太子爷喜欢的人是傅月啊, 对啊, 这么久来, 尹娇娇好像一直在倒贴, 刻意接近江子许, 我觉得太子爷说得对, 傅月有钱关她什么事啊, 明里暗里地抬高自己, 然后踩傅月, 我觉得傅月挺有意思的, 反而尹娇娇一直都柔柔弱弱的, 刚刚做饭也不做, 还要帮别人宅菜, 我看着江子许为我说话, 以我对她的了解, 也知道她和尹娇娇肯定没什么, 但我就是有点堵得慌, 我和江子许分手的原因很简单, 本来我们都在商量订婚事宜了, 她本来说日子随我订, 她一定会挑出时间来给我一个完美的订婚仪式, 可是我连选了三个日子她都有事情, 不是出差就是公司有事, 我真的觉得很累, 我知道她忙, 但是她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抽出时间来跟我订个婚很难嘛, 一气之下我跟她提了分手, 她没挽留我, 却在前几天传出了和尹娇娇的绯闻, 今天更是有时间上练踪, 够难忍, 这么有时间怎么不去死一死, 看着弹幕上骂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多, 尹娇娇也赶忙收了眼泪, 导演出来打圆场, 让大家看短信, 此时我的信息列表躺着两条消息, 第一条我点开, 终于轮到我了, 太可笑了, 在这儿一整天, 你丝毫不在意我, 等待犹如刀子般刺痛我的心, 我翻遍了所有软件等不来你的一条消息, 我已经受够了, 但我没有丝毫勇气离开你, 在黑暗中的我, 好似一阵雨淋在我身上, 这一看就是江子许的发疯文学, 弹幕上听取, 哈, 生一片, 都在猜这条是谁发的, 太子爷, 影帝, 还是贺一贺, 网友讨论太子爷和影帝, 似乎不像是能这么发疯的人, 最后他们把目光落在了贺一贺身上, 我死去的CP粉差点卷土重来, 谁懂啊, 我第一次磕CP就是贺月, 妈妈我死去的CP一次复活了, 复活什么呀, 虽然我已经脱粉赋月了, 但贺一贺买通稿热搜黑赋月的事, 我都还记得, 这要是还能好, 赋月就太贱了, 我无视弹幕上的内容和江子许黑掉的脸, 点开了第二条信息, 傅小姐我对你一见钟情, 我看向周夜, 后者的目光和我对上, 又迅速一开, 我看向他泛红的耳尖, 了然于心, 其实都不用猜, 看直播的网友就能知道他是谁, 毕竟这里和我第一次见面的就是周夜, 那些想看我笑话的观众傻了眼, 没想到我居然收到了两条心动讯息, 这姐这张脸确实有魅力, 大概是现在的男人, 都不喜欢喝茶了吧, 但看起来江子许还是喜欢娇娇的, 你们娇粉别太自信好吗, 随后导演又让其他人公布自己收到的信息, 尹娇娇收到一条, 江子许收到一条, 周夜和贺一贺都没有收到信息, 我看到周夜的眼神黯淡起来, 导演组发现了问题, 如果大家都发了心动短信的话, 那么男嘉宾三个人应该一共收到两条信息才对, 而男嘉宾里只有江之许收到了一条信息, 这么说来, 有一个女生没有发送心动短信, 在导演组的核查下, 很快就发现了我没有发消息的事实, 我耸耸肩, 我暂时没有对任何人心动, 所以我选择什么都不发, 既然你没有发心动短信, 那么你就要接受另一个游戏, 导演拿出一达任务卡, 放到我的面前, 我随手一抽, 然后两眼一黑, 任务卡上明晃晃地写着, 挑选在场的随意一名男嘉宾, 翻拍一段吻戏, 导演, 你是会挑事的, 我的眼神从三个男嘉宾脸上扫过, 最后定格在江子许脸上, 江子许眼中生起了一些不佳掩饰的期待, 我很快把目光转移到了周夜身上, 余光瞥见江子许的脸色肉眼可见差了下来, 我冲周夜走了一步, 赴月, 随即听到江子许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敢跟他亲, 说着他一个大胯步, 走到我和周夜的中间, 面对着我, 他低头看着我, 眼底盛满愤怒和疑惑, 导演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立刻给我们切了特写, 我抬头看向江子许, 故作不解地问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还把不把我当你男朋友, 江子许的声音闷闷的, 听起来有些委屈了, 可是他有什么好委屈的, 我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你不是和别的女生在传绯闻吗? 你不是忙吗? 你不是连订婚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吗? 你算我屁的男朋友, 江子许, 你现在还有没有把我当回事, 你心里清楚吧? 我心里积压了多天的委屈被点燃, 一连串的问题抛向江子许, 说完不给江子许反应的房间, 我扭头就走,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后, 我把头蒙起来, 倒头就睡, 完全不顾在我门口站了一夜的江子许, 第二天早上一叫起来, 热搜炸了, 我科CP多年第一次站错队伍, 难怪看太子爷和公主吵架, 有种莫名其妙的甜, 原来人家是真情侣, 我最震撼的还是公主是富士集团的千金, 以前还吐槽, 她被包养才有这么好的资源, 现在看来这都是公主应得的, 公主, 你真是天选的公主, 一夜之间, 网友把我和江子许的那点事扒了个底朝天, 哦, 还有我隐藏了多年的身世, 我出门的时候, 江子许还睡在我的门口, 相处这么多年, 她一抬屁股, 我就知道她放得什么屁, 我爸不止一次明敲暗打地告诉我, 江子许知道错了, 可这两个月她, 为了她的破面子, 就是不来找我, 现在好了, 我上炼宗了, 她知道着急了, 我绕过江子许, 直接下了楼, 她想睡在我门口, 就好好睡吧, 众人看到我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尊重之情, 就连一向看不惯我的尹娇娇, 都对我和颜悦色起来, 喝一喝甚至给我拉开了餐椅, 摆上了早餐, 只有周夜是正常地跟我打了招呼, 我打了个冷战, 原来这就是权力的力量吗? 这就是我大号富士娱乐继承人的权力吗? 真香, 早知道就早暴露了, 节目组第二天就不给食材了, 让嘉宾自己去岛上找食材, 这期间江子许干脆也不装了, 一口一个老婆叫得亲切, 弹幕上不断地刷说, 她是田狗, 她死皮不要脸地说, 对对对, 我就是我老婆最大的田狗, 于是晚上, 京圈太子爷为爱做田狗的消息, 又登上了榜一, 我找食材的时候, 周夜和江子许都在我身边, 尹娇娇也跟着江子许凑了上来, 我有点无语, 对着江子许和尹娇娇说, 你们两个要是想吃饱饭, 就不要跟着我, 我就摘点野果子, 怎么够所有人吃, 尹娇娇撇撇嘴, 谁跟着你一起了, 这山又不是你承包的, 是, 她确实没跟着我, 她是看我和江子许没和好, 觉得自己有机可乘, 我瞪了江子许一眼, 江子许瞪了尹娇娇一眼, 尹娇娇委屈得都快哭了, 提着篮子愤愤地走了, 季节没到, 山里的果子都没熟, 要不我们去海里抓鱼吧, 周夜提议道, 我皱着眉, 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海, 这哪能抓到, 周夜笑笑, 卷起白衬衫露出结实的手臂, 放心好了, 我家以前在海边, 我经常抓鱼, 看周夜一脸, 我可以, 的样子, 我点了点头, 江子许, 我也能抓, 我, 你要不还是挖挖野菜吧, 周夜说自己是海边长大的, 真不作假, 她翻石头下海, 还真抓到了不少小鱼小虾, 甚至还有几只小螃蟹和八爪鱼, 江子许也学着她的样子, 卷起酷腿下水, 然后捞了两颗海草, 关键是还滋着大牙冲我笑, 老婆, 我给你做个凉拌海草, 带着你的海草有多远滚多远, 江子许, 哦, 周夜提着满满一篮子海货上岸, 尹娇娇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 她看着一篮子活蹦乱跳的海鲜, 眼眶居然红了, 这些海鲜, 都是大海里自由的生物, 我们真的要吃吗? 周夜和江子许抬起头看向她, 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 尹娇娇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用力过猛了, 不再说话, 只是用那副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两个男人, 我拿起刚刚江子许捡的海草扔给她, 你实在不想吃的话可以吃海草, 看着根本就不能吃的海草, 尹娇娇眼眶红了红, 这时候赫一赫拎着篮子走过来, 一把拦住了尹娇娇, 傅月, 你别太过分了, 这海草是人吃的吗? 江子许冷哼一声, 不是她装白莲花, 不愿意吃这些鱼虾的吗? 吃点草委屈她了, 赫一赫背对, 却又不敢和江子许杠, 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没事, 娇娇, 我们吃野果。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和周夜江子许吃麻辣小海鲜, 剧组虽然磕带嘉宾, 但对吉吉吉好, 还给吉吉煮了鸡胸肉, 吉吉一边吃一边开心地哼哼, 尹娇娇和赫一赫面前只有一盘野果, 她又一脸委屈, 真羡慕你们有海鲜可以吃, 不像我和一鹤只能吃野果, 她还真是又当又利的典范代表, 我瞥了一眼弹幕, 弹幕上她的口碑已经逆转, 我真服了这大姐, 不是她当白莲不愿意吃的吗? 现在看别人吃又不爽了, 脱粉了, 越看尹娇娇越无语, 她怎么这样, 还是赴月真性情, 情商低, 也比白莲花好, 我谢谢这条弹幕, 这么为我说话, 江子许听着她的茶言茶语, 站起来去了厨房, 她从厨房拎出菜篮子来, 扔在两人面前, 海鲜, 我给你带回来了, 我探头看过去, 好家伙, 江子许什么时候 把她的海草带回来了, 这回尹娇娇的粉丝不乐意极了, 他们说江子许是个渣男, 骗了他们家娇娇, 我拧着江子许的耳朵, 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子许想了好久才想起来, 那天她去签合同, 约了一家高档餐厅, 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个女生突然 窜到她身边, 和她并排走了几秒钟, 她也没想到, 这样就闹出来绯闻了, 后来她知道了这件事, 也没当回事, 甚至沾沾自喜地想, 这件事是不是可以让我吃醋, 但是她没想到我不仅没吃醋, 还上了炼宗, 微博上的事情愈演愈烈, 有些不明真相的路人, 也跟着骂江子许和我, 他们说我是婊子分手了还勾引前任, 强引娇娇的男人, 我真是想吐,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舔着脸说这种话的, 涉及我的事情, 江子许不敢耽搁, 她停止拍摄, 迅速去找了酒店当天的视频, 在微博爱特了引娇娇, 配文, 我老婆就算是矫情, 又关你屁事, 监控视频显示尹娇娇突然从拐角处窜出来, 和江子许并排走在一起, 等江子许走了后, 她又跑回去和助理一起看拍的照片, 一时间事情反转打得网友们措手不及, 我去这个引娇娇, 真是没关系硬蹭啊, 太子爷好像很懵, 这女的是要干啥呀, 所谓的做自己的女王, 就是蹭男人的流量吗, 引娇娇方很快出来道歉了, 她把责任推到自己要宣传新剧上, 紧接着又明里按理怪粉丝多事,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任谁都得可怜她两分, 可这次粉丝真不买账了, 他们在互联网上为她厮杀, 她却甩锅到粉丝身上, 几个大粉先后脱粉, 就连那部已经杀青的电视剧 都在海报里去掉了她的身影, 她费尽心思活起来, 却不到三天就糊了个彻底, 江子许催着我给她名分, 让我在微博官宣她, 我爱特她的微博, 傅月,江子许你说公主请官宣, 江子许迅速出现在我的评论区, 公主请官宣, 傅月回复江子许,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我前男友, 江子许回复傅月一大串问号, 热评第一, 一声前夫歌, 一声前夫歌, 我和江子许结婚的那天, 大半个娱乐圈都来了, 周夜没来, 但她托人送了新婚礼物给我, 我打开礼盒, 里面是一条围巾, 我想了许久才想起来, 围巾是我少女时期送给她的, 彼时她刚出道, 穷小子一个, 大冬天地来片场, 嘴唇冻得轻子, 我把围巾给了她,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才是她对我的一见钟情, 我把故事说给江子许听, 江子许没说话, 只是低头稳住我的唇, 许久一稳中了, 她捧着我的脸, 认真的看着我, 公主请爱我,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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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